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实习主播Jesse 香港民主抗争已持续数月 香港局势加速失控的同时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关注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公开表示 六四事件将在香港重演 并称特首林郑月娥最好选择辞职 这是首次有国家领导人做出这种表态 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 在四日吉隆坡一次公开会议上 马哈迪尔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 介于持续多月的反政府示威不断蔓延 林郑月娥理应下台 她认为林郑月娥现在正处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她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要求 可是良心告诉她香港人拒绝修例也是对的 但她也知道拒绝有关法律的后果 马哈迪尔强调 她认为类似天安门事件最终会在香港重演 因此林郑月娥最好的选择便是辞职 林郑下台是港人提出的五大诉求之一 这是第一次有国家领导人 公开做出疑似支持港人诉求的表示 林郑月娥当天在禁蒙面法立法记者会上 回应马哈迪尔说法时称 任何人均有其表达自由 但她未看过相关报道 拒绝评论 这并非是马哈迪尔第一次对香港危机发表评论 今年9月初访问日本时 她曾表示不看好一国两制 不认为一个国家有两种不同的制度 真的行之有效 这种情况确实已经发生 香港立法会24名亲民主议员 星期六联名提出司法上诉 要求阻止港府禁蒙面法的实施 这项在星期五五业生效的规例 触发了广泛的抗议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坑表示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绕过立法会的监督是恶意的行为 郭荣坑对此形容 这是亨利八世的情形 林郑说什么是法律就是法律 什么时候就不再是法律 也是林郑说了算 但她无权这样做 谁也不能避开立法会 据报道 立法会亲民主议员还要求法庭裁定 英国殖民统治者1922年通过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不适用于香港1997年向中国移交治权后 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和自由 香港立法会议员毛蒙进说 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只是开始 可能为更多严酷规章铺平道路 鉴于日益恶化的香港局势 香港法庭将在星期天上午听取此案的陈述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立法会10月16日复会后 她会寻求立法会支持进盟免法的实施 她同时宣称 如果暴力事件持续发生 不排除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美国与朝鲜官员在周六 斯德哥尔摩市郊一座偏远的会议中心 展开今年6月川津会后首次事务性谈判 会后朝鲜代表透露 同美国就重启朝鲜核问题会谈的工作会议破裂 朝鲜方面表示 谈判破裂的责任在美方 美国随后反驳朝鲜方面的说法称 与朝鲜代表进行了良好会谈 法新社消息 正在瑞典的朝鲜外交巡回大使金明吉率领代表团 与美国相关官员会谈 金明吉会后透露 会议并不符合朝鲜预期 在没有成果下破裂 他指责同美国没有改变就思维有关 而美国稍后罕见表示 与朝鲜方面在瑞典进行了良好会谈 并强调朝鲜代表对美朝斯德哥尔摩的工作会谈进行的评价 与会谈气氛和实质内容不相符 美朝这次工作层级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举行 这是自今年2月美朝首脑会谈破裂以来 美朝首次展开的正式会谈 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国与朝鲜官员未突破多月来僵局 周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附近展开的朝鲜无核化谈判 必须完成许多工作 他对谈判获得进展抱有希望 CNBC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请乌克兰总统调查政敌拜登父子 已演变成众院要启动弹劾调查 但川普民调却不受影响 根据相关民调 川普支持率目前达到今年高点 喜剧演员米勒在脸书上简要地说明了这一切 简单来说 若川普有4号总统样就不会当上总统 品牌形象是一位总统能否走过丑闻风雨的指标 尼克森与克林顿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 若就同样卷入丑闻而言 川普与克林顿的处境比尼克森好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主政时的经济形势良好 但那些想谈和川普的人似乎不明白 这同样也推了川普一把 从民调几乎闻风不动 以及丑闻爆发后 墨额款还上升可见一斑 川普与他人截然不同 他遵照的游戏规则不一样 受评断的标准也不同 只要阵敌继续以老规则迎战 川普就可能摆脱这件丑闻 并于明年连任成功 美国总统川普正遭受众议院的弹劾调查 川普的女儿 白宫高级顾问伊万卡 10月4日就相关问题首次表态 据福克斯商业频道4日报道 伊万卡当天在福克斯节目中表示 民主党试图弹劾美国总统川普 并不会妨碍白宫最重要的是 为美国民众而战 福克斯商业频道透露 当天伊万卡表示 我们在白宫有自己的首要任务 我们每天都在为美国工人而战 我们每天都在为提高这个国家 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而努力 我们将在这场斗争中实现这一承诺 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面对持续发酵的电话门 川普4日透露 白宫将致信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要求众议院就弹劾程序进行投票表决 不过佩洛西一直认为 这样的投票没有必要 他曾表示 众议院完全是在其规则范围内进行调查 不需要全体投票 川普总统4日签署公告 要求申请美国签证的移民 必须证明足以负担医疗护照费用 或获得批准的医疗保险 否则可能遭拒绝入境 新规定11月3日生效 针对新申请者不影响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 也不影响寻求庇护的难民或儿童 但适用美国公民的配偶及双亲 可能影响试图让家属一亲的美国居民 这项公告指出 移民将被禁止入境 除非他们能负担入境30天内的医疗保险 或在成为永久居民后 仍有充足资金来源支付任何医疗费用 白宫表示 大多废公民滥用慷慨公共健康计划 造成无法补偿的健康护照负担 川普政府试图改变 对家庭友善的移民政策 转为基于价值的体系 此公告也不出意外地 成为限制移民的另一项公共政策 美国长寿卡通南方乐园 以黑色幽默手法讽刺时政文明 本周四上线最新一季遭中国封锁 内容讲述主角Randy为了在中国市场出售为竞品 于是倾赴中国 不过一入境就被送入劳改营 还碰见政治犯小熊威尼 因为内容有人权及新疆在教育营等敏感内容 因此被下架 据苹果日报报道 在最新一季南方乐园卡通片中 Randy被送进劳改营后 被迫说党的地位比个人高 更在狱中发现小熊威尼和猪仔都沦为阶下囚 他们因为长得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如一 报道分析 以喜剧的手法讽刺性的表演方式 在英美文化中非常常见 美国总统川普也是被嘲讽的对象之一 中国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只要是触碰到国家不允许的就不可以播放 反而是满街的盗版侵权 反而可以播 普世价值格格不入 见证70周年的国宴都吃些什么山珍海味 日本新闻网记者徐静波在微信上发文表示 从现场的几张菜品照片来看 外界一定很惊讶 国宴的菜式简约除了几个冷菜 就是四菜一汤的热菜 或比隔壁小吃店的菜还简单 徐静波称与去年的国庆国宴不同 今年的宴会邀请函印制的特别漂亮烤丘 而且都在信封上印上了每个人的姓名 属于收藏版 周围也是早有指定 不能随便乱做 二楼的宴会大厅 据说最多时能够容纳3000人同时就宴 从他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 这次的国宴很简约 除了几个冷菜 就是四菜一汤的热菜 没有传说中的茅台酒 只有国产的葡萄酒和普通饮料 另外国宴还端上了一盆寿桃 因为不舍得吃 几乎每个人都是带了回去 等了十一过后再细细品尝 以上是本期万维微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Jesse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